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 在2017年2月5日 连世法王卢盛雁在皇帝雷藏寺 主持丁永年接财神大法会 谈到了黑念金母的缘起 现在我们就来听 当天精彩的法语开示 我自己在那边写文章 我说奇怪 我就看了这个外面窗子 怎么突然之间 阳光普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乌云弥补 而且闪电还打雷 突然间 有声音了 我的桌子底下有声音 桌子底下 我的桌子底下有声音 这声音很小 卢士尊 卢士尊救命 我往桌下一看 天啊 我最怕的 怕什么 怕鬼啊 老夫是天不怕地不怕 怕的就是没你啊 它很亮 很亮 在我的脚旁边很亮 很亮 我说怎么救你啊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救你 他说 上面有九天阴言 雷声普化天尊 他要抓他 他说 让我 入你的心 入你的身体里面 我就能够 得救 他要进到我的身体里面 我一想 哎呀 让美女住到我的身中 也不错 至少 两个都合一了嘛 但是不行啊 他是鬼啊 我怎么能够办 办呢 然后那个 女鬼就跟我讲 向九天 应援 普化天尊 帮我求情 帮他求 我就 用祷告的方式 说九天应援 普化天尊 你不要抓他 让他离开好 我一讲啊 雷声更响 闪电更大 我没有用 哇 雷更响 闪电更大 几乎快把屋顶 快要震破了 快屋顶快要震破了 这时候 我感应到九天 应援普化天尊 讲的话 我有黑面 金母的历令 我有黑面 金母的历令 我第一次听到 黑面金母 就是九天应援 普化天尊 讲 我有九天应援 普化天尊的 我是九天应援 普化天尊 我有黑面 金母的历令 所以必须要把 这个鬼 一定要五雷轰顶 把他打死 那我没有办法救他呢 他要入我的身 我当然无所谓 我这个人是无所谓的 有一次我也好像在雷葬师表演过 一个女鬼 有没有 一个女鬼进我的身 在台湾雷葬师那是鬼进到我的身 然后讲鬼话 这样是要怎么 问题严重 我让他进入我身好吗 但是他是黑面金母的历令 这个我不太敢 因为我本身是 我相应的是姚慈金母 第一次听到黑面金母的历令 我说我不能够抵抗姚慈金母的历令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没有办法救他 但是我集中生智 你知道人很急 而且他又那么美 对不对 讲话又那么嘎声嘎气的 又晒奶 我这受不了 因为我天不怕 卢斯尊天不怕地不怕 怕的就是美女 好啦 集中生智 我后面是我的书架 我从后面书架拿本经书下来 是金刚薄叶波罗蜜多经 我把金刚薄叶波罗蜜多经 就放在这个美女的头顶上面 美女的头顶上 哇 雷还是继续打 但是 姚慈金母的 黑面金母的这个历令 一定要 要五雷轰顶 把这个 这个厌鬼 要把他打死的 历令也不能围 但是这个金刚金是如来所讲的 金刚薄叶波罗蜜多经是金刚金 金刚两个字就是不坏 不坏的 你不能给他破坏掉 不能破坏掉 以金刚金来顶在这个鬼的头上 然后到最后 九天应言 苦化天尊 他说 他只好 把我们家的一棵树 一棵树 给他 劈掉 一棵树 把一棵树 整个给他 劈掉 就倒了 倒了一棵树 就真的一棵树倒了 然后 慢慢的 乌云就退散 雷声就停了 就走了 因为时辰一到 那个时辰一到 他一定要 时辰到了 他雷声一定要辟 一辟就把旁边的树辟了 他不能辟金刚金 我是这样子想 金刚金一定可以保护他 所以哪一本金刚 金刚薄叶波罗蜜斗金 给他盖在头上 他就能够逃掉一命 在那个时辰的时候 就把树砍了 那回去复命 不要表示 雷已经打过了 有没有捉到不管 这个雷 时辰一到 他就 雷就下来 就把树砍了 他不能打金刚金 你们不能 这个实验 人要怎么样 你把金刚金顶在头上 他这样灵魂出不去 灵魂如果出不去的时候 他也是很惨 不知道要头多久 金刚金可以顶在头上 金刚金可以顶在头上 可以避灾 避灾的 好了 这就是我第二次听到的 黑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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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二次听到 黑面金是做什么的 所有管理 所有阴间大小事 而且他最主要的特长 就是捏鬼 抓鬼 各位观众 连生法王卢盛宴 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 带领童修 并讲解道果 星期日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魔法会 5月14日是姚池基姆 5月21日是文书犀利菩萨 5月28日是红财神 欢迎您传真报名 以及收看网路直播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近来诈骗刑团甚多 宗教里的邪师外道也横行 我们要如何去分辨 如何去判断 连生活佛生平第一次 用最严厉的笔法 去揭穿 养鬼害人的邪法真面目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看的书 卢盛宴文集重要著作 邪鬼 详情请电 1049-2312-992 我又有一次 第三次 听到黑面金母的名字 我救了一个女鬼 救了那个 那个很漂亮的女鬼 结果我救的不对 为什么不对 这个 记得啊 夜漂亮的女人 夜会收房 其实不漂亮的女人 也会收房 但是夜漂亮的女人 夜会骗男人 真的是张无忌的妈妈讲 不是我讲的 张无忌的妈妈讲 那个女的啊 原来已经杀了差不多很多男生 很多男生 他到他的经济 让他得劳病死 因劳病而死 因劳病而死 很多男的 因为他非常的那个 所以他到男人的精气 已经死了很多的男的 我知道他的过去以后 就给他这个 就结界不能让他进到我的房子里面来 就结界不能让他进到房子里面来 那这是过去的事情 过去 他要接近我 要距离几步 我做绝界 距离 距离大概四公尺吧 我记得那时候是四公尺 一公尺差不多一个脚步 两公尺 三公尺 四公尺 这个大的脚步 大脚步 差不多四公尺 他只能够距离我四公尺 不然 我就失身了 他不能够靠近我 他如果靠近我就失身了吗 所以他 我结界是跟他结界四公尺 你只能够到四公尺面前 这样子 还有第三次 我听到黑面金鸣 有一次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很好玩 就是去 去河边 我看到河边 那边有一组人 很多人 也就是 很多人 在那边 那个活动 我好奇走过去看 原来是 是院教 台湾人 讲院教 你知道吗 院教 就是神教 但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神教 有四个人抬的 四个人抬的 前面两个 后面两个 中间一个小椅子 上面绑着一个神明 这个小的神教 在这个河的旁边在抬 抬一下子 四个人冲到河里 冲进河 冲进河里面 然后在河里面转 我很好奇 就去看 这四个人在河里面这样绕绕绕 绕来绕去绕来绕 一下子又上岸 一下子又冲下去 我问旁边的那个人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说 黑面筋在抓鬼 抓什么鬼 抓水鬼 在抓水鬼 黑面筋母在抓水鬼 就冲到这个河底下 河里面 然后在里面绕绕绕绕 然后四个人在冲上来 又冲下去又冲上来 又冲下去又冲上来 他就是在 那个神教在抓鬼 在抓那个鬼 上面绑的那一尊 面孔黑黑的 我说这是什么神 他说黑面筋母 我才知道黑面筋母在抓鬼 这样黑面筋母的来历大家知道 我听了三次 一次就是九天应言 雷声普化天尊 他讲黑面筋母的立定 第二 就是我救了那个 我救了那个黑面筋母 第一个是基尤桑 第二个是九天应言普化 雷声普化天尊 讲 第三个 我是在河边看到人家在 用黑面筋母在抓鬼 所以今天 请了黑面筋母出来 原来啊 我们那个在雷仗是讲说要抓鬼的 筋母说要抓鬼 原来就是黑面筋母 你看 姚子筋母 是我这个 相应的第一个本尊 我相应的第一个本尊 就是姚子筋母 姚子筋母一相应以后 很多尊你都能够相应 各位观众 连生法王卢盛宴 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葬寺 带领同修 并讲解道果 星期日在彩虹雷葬寺 主持护魔法会 5月14日是姚池基姆 5月21日是文书犀利菩萨 5月28日是红财神 欢迎您传真报名 以及收看网路直播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近来诈骗行团甚多 宗教里的邪师外道也横行 我们要如何去分辨 如何去判断 连生活佛生平第一次 用最严厉的笔法去揭穿 羊鬼害人的邪法真面目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看的书 卢盛雁文集重要著作 邪鬼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那么趁这个机会 在这里欠一下 这个叉叉 因为莲子上师也讲了 这个说法就是叉叉的专长 他不只跟我讲过一遍 他在西雅图雷杖士的时候 就跟我讲 他的专长就是说法 在西雅图的时候 西雅图雷杖士 莲子上师就跟我讲过 他的专长就是说法 那当然 我也问了姚思金母 其实我要批评一个人 我没有经过姚思金母同意 我绝对不会做 我绝对不会做 这个叉叉是经过姚思金母同意 说我可以讲他 我才讲他 才写 才讲 没有的话 我不敢 不敢随便批评一个人 他讲他的修行 是零分 这是包鸭蛋的 全部讲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全部是谎言 这个莲子上师 跟鹦鹉的一段音言 这个 雅琪师姐 西雅琪师姐在这里 他跟螃蟹的一段音言 莲子上师 被指认 那个鹦鹉就是莲子上师的 林祖妈 祖母 祖母 他说 那只鹦鹉就是莲子上师的祖妈 祖母转世 来了 那个 徐雅琪师姐的那一只螃蟹 是他前世的父亲转世来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他跪下来 然后一直喊跌跌跌 喊一只螃蟹说跌 我比较清楚这个西雅琪那个事情 西雅琪有一次跟着叉叉到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 突然间他肚子稍微有点疼 有点疼 有点疼 他就跟叉叉讲 他肚子疼 刚好西雅琪站在 那个旁一大堆卖螃蟹的面前 叉叉跟他讲 你就买一只吧 他就买了一只 他就开始讲了 这一只螃蟹就是你前世的父亲 还有呢 这个印尼的联祖上司 跟以往的故事 跟一只鱼的故事 另外还有嘉欣师姐的 这个马来西亚嘉欣师姐 他那里传来的是 蜘蛛 蜘蛛的故事 蜘蛛的故事 螃蟹的故事 这个鹦鹉的故事 还有另外 还有什么 变色龙的故事 苍蝇的故事 这个什么的故事 一大堆一大堆 我问姚思金 这些是真实的吗 要是金母跟我讲 叫他去老虎面前 跟老虎讲 你是谁的转世 去沿山动物园 现在沿山动物园没有了吧 还有啊 沿山动物园 现在移到沿山去 叫他听沿山跟老虎讲 你是谁的转世 看看老虎的表情怎么样 卖个臭丹 全部都是虚构的 全部都是虚构的 现在在这里欠 我正式的欠告你 好好的离开你的那些鬼 好好的 想办法把那些鬼 给他弄掉 给他移开 离开那些鬼远一点 这是第一个跟你警告的 第二个 你在放弃现实的一切 你要放弃现实的一切 好好的找一个地方 去修你的观世音菩萨相应法 修观世音菩萨相应法 修到相应为止 你真实相应了 观世音菩萨真的陷在你的面前 观世音菩萨真的陷在你的面前 还有记得先忏悔 不用向师尊忏悔 你跟金刚萨斗忏悔就可以 跟金刚萨斗忏悔 你所讲的这些谎话 全部忏悔尽了 你也真实的忏悔 好好去修你的观世音菩萨相应法 修到相应了 你就能够解脱 这是唯一的欠告 唯一我跟他的欠告 他说谎成为习惯 说谎成习 人家跟他讲什么 这个时候要回头已经很难 但是如果你能够回头 真实的忏悔 离开那些鬼 你自己去修观世音菩萨相应法 你真的真实相应了 你就能够得到解脱 这是你唯一的一条路 今天做过师尊的 我真实的欠告 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跟你讲 离开鬼 向金刚萨斗真实的忏悔 然后呢 跟观世音菩萨真实的相应 你才能够跳出那个坑 我们这样批评好 我们先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黑面金母 他的种子是黑色的 Hom字 黑色的Hom字 那么黑面金母的心咒是 Om 金母 哈哈 Hom Pay Om 金母 哈哈 Hom Pay 手印啊 跟姚思金母的手印是一样的 那黑面金母很好观想 反正 一个面 欧妈妈 这样就是了 就是你观想 怎么观想黑面金母 欧巴马就是了 欧妈妈 那做仪呢 欧母 金母 哈哈 好带了我的心